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 经过耗煮这几天不断奋斗 不断努力的泡在草本里面 这个提纳里他终于 还是没有刷出来什么剩余物 什么精通沙草上被一个像样的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其他该有的都有了 武器也有天赋也有等级也有 队友也有 所以事不宜迟 我们就先用这个乐团提纳里 来给大家做一期平民实测吧 先说结论 比up我预想中的要好 比我的期待值要高 武器由于条件受限 最终选择了一经冬极白星进行测试 剩余物乐团四件套 词条 公草 豹商 天赋 966 命座 灵命 面板如视频中所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提纳里的裸商 以第二件为参考对象 可以看到 在触发了冬极白星和 眼石 书名之后 这个伤害依然很低 只有9556 但是这个裸商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像胡桃一样 我们根本不会去在意他的裸商 因为他是绑定蒸发的 而当前版本的提纳里 基本上就是和激化反应绑定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触发慢激化之后的提纳里吧 同样是以第二件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伤害变成了20306 直接翻了一倍还要多 在一整套连招中 打掉一个兵数绰绰有余 基本上第二件就掉了 注意啊 这个小艾咪是一个没有练的 所以这些伤害 基本上都是提纳里一个人打的 而且别忘了 这还是一个未毕业的提纳里 连圣遗物都还没有刷出来 对于这个表现 阿婆我给他的评价是 合格 新进的常驻之光 足够玩家们唱玩整个游戏了 然后充能这次就不测了 因为没有测试的必要 本身大招就只要40能量 要求就很低 其次提纳里也并不是一个 特别依赖大招的角色 总的来说 提纳里虽然不及一些T0级别的角色 但是表现还算OK 比阿婆我预想中的要好 毕竟他只是一个常驻角色 咱们不能对他要求太高 本来我对他的期待 就是能打个1万多 结果人家还没有毕业 随随便便打了一个2万多 至于抽不抽呢 看处理吧 提出还是可以抽一下的 反正早抽早享受 等常驻也不知道 要等到啥时候才是个头 而至于提出以外的人 抽不抽其实无所谓 这个角色惊喜 有 但是没有太多 继续玩老角色 等常驻就行了 OK那么本期的提纳里实测 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对大家还有帮助的话 还请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UP主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这次一定关注